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我们来看小花外所写的《三车三世》整上书童年作品《东华凤九的另一言梦结卷》第31章 朱雀未能劝负玄武随自己离去,心中有所不舍,留恋于三十三天索要塔外,迟迟不肯离去 然而不管他如何呼唤,塔内始终没有再次传来玄武的回应,他终于渐渐的灰了心 然而在转身离开的一瞬间,眸中又涌起了浓烈的不甘,仿佛无法平息于心中波动的情绪一样 越走越快,越走越急,直到与人相障才停了下来 凤九原本是去玉清宫寻姑姑白浅的 他刚走到莲池附近,便禁朱雀如一阵风似的走了过来 还没来得及避开,就被他照了一下,觉得肚中有隐约的刺痛传开,不由地扶着栏杆微微喘气 朱雀瞧见他一副娇热的模样,不知为何,竟将他的样子与昔日玄武苦恋的女子容貌融合在一起 煞时怒火冲天倒 你们这些狐媚的女子,就是爱装成病病弱弱的样子,去勾引男人,引起他们的灵犀与爱慕 你可知道,若不是你的出现,玄武本应该是我的,是我的 凤九惊颤地抬眸 朱雀,你怎么了 朱雀发作一通,觉得心中的怒意似有所减少 此时方才看明白,原来他并不是魔族那个可恶的女子 而是太成功之地后,青秋白凤九 然而话说出口,又不愿意收回 他呼得响起之前在太成功中,见到他与东华帝君之间流动的情意 不由地觉得颇为刺目,冷冷地说 似你这种沉浸于幸福中的女子,如何懂得我爱而不得的悲哀呢 凤九脑中似乎极快地闪过一个画面 然而还没等他捕捉到,就已经相失不见了 只微微正愣地重复道 爱而不得的悲哀 朱雀不再理他,冷淡的目光自他面上浮过 念了个咒,并消声离去 远处的婆娑树下,尾随朱雀出来的少泽化了身形 遥遥望着凤九一人独自站在林池边愣愣地发呆 他袖装白光微闪,一抹白色的身影站在了身旁 顺着他的眼光看去,某种闪过一丝肚恨 口中却娇声笑道 怎么,看到新少年郑郑的样子心疼了 为何不干脆顺序而入去打动他,将他变成你的呢 少泽社会目光淡淡地看着他 本尊要如何行事,不需要你来智慧 他看见他眼中一闪而过的仇恨,微叹道 看来索要塔中的这几月,并没有让阿恒你放下万分心中的执念引幽怨 不错,阿恒声音变得有几分尖语 我一想起因为他,让我遭受全身经脉禁断 被求索要塔中,就恨不得饮他之血,食他之肉 少泽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我瞧你如今经脉已经重新接了过来 修为也恢复了三成,为何会如此 阿恒想起塔中所经历的一切,某种泛起几促熊熊怒火,憎恨道 索要塔里的一切是我终身之耻 我定会让那见人也尝尝质得凄惨的滋味 少泽眼神凌厉地瞥他几眼,冷冷地警告道 本尊救你出索要塔,乃是看在最后一面警犯上 今日之后,你与我再无半分关系 倘若日后你还敢伤害他,羞怪本尊不客气 阿恒心神一灵,直到目前还得依靠着他 垂头收回眼珠不干,几乎地咬牙切齿地回了个室 少泽目光飘回远处的凤九身上 今日先与本尊去圣泽宫老师待着 等本尊得空,再送你回穷华仙宫去 阿恒眼眸一转,微声道 仙尊请先行一步,阿恒还要去探望个人 谁,莫非你还想去见东华 莫忘了你是如何被丢到索妖塔里去的 少泽警醒地说道 巫尊敢此时去见他 阿恒低垂的双眸闪过一次诡异的笑 昔日阿恒在天宫任职时 也得了一个相好的知己 如今不过是想去看看他而已 少泽轻横一声嘲笑道 你这种人,竟也担得几知几二字 说来本尊听听 看看这天宫,则会有如此愚蠢之人 阿恒忽略他画中潮意,轻笑道 天津的表妹,知悦公主 只要不是与他相关知人便好 少泽冷冷地提醒他 别忘了本尊方才说过的话 说罢便离了九重天暂起归去 只与阿恒一人站在树下 沉边勾起一抹坚毅的笑容 朱切离去不过几日 天宫便有想到消息渐渐传开 当时东华帝君昔日下凡力竭 去人间品朝言间六苦之时 化作皇宫中的皇帝 爱上一位名为陈小九的女子 不仅将他从贵人 直接提升至贵妃之位 还为了他从此不再踏足六宫中 任何妃子的宫殿 单只专宠他一人 哪怕被人冒昏君 也在所不惜 甚至于在亲自扎到 他与太子二人苟起后 被活活气死情 也还在想方设法地 替他满过去 据说当女子爱换鹅金章 且偏爱烟红的凤尾花 倒与青秋白凤九 而上的胎记略有所同 所以他才会在回了天宫后 对青秋白凤九的态度彻底转变 从原先的冷漠厌烦 到如今的车炼不舍 不过这则消息 只敢在仙鹅内里私下传播 谁也不敢拿到明面上去讲 事已传到凤九耳中时 已过了约摸有月与世时间 其实他听到这则传闻 也是个巧合 那日东华恰巧去了玉清宫 寻一华说事 他一人在太成宫里待着 无所事事 便想着去看看 林池扶去谢了没有 因为狐狸的耳朵听力良好 事已在经过太子表妹 知悦所著的流线殿时 恰听有两个声音 正在滴滴地谈论到 东华帝君的名字 他心中一动起了顽心 引了身形坐在窝檐上 听他二人嘻嘻笑笑地 说完了这桩八卦 当时独自一人 在窝檐上坐了两酒 直到东华寻来 才神色正正地 跟他回了太成宫 这一夜 凤酒睡得极不安稳 他做了一个悠长的梦 梦中他看见阿爹 似乎在给他招亲 然而他怎么也不肯同意 倔强地说 他今生要嫁 只嫁给帝君 要么就终身不嫁 后来阿爹拿着鞭子 不停地抽打着他 他也固执地不肯低头 然后直到一日 他听成语说 帝君就要应急了 他心中既经且痛 难以置信地 跑去太成宫中找帝君 他找来找去 他始终找不到帝君的身影 只好失魂露魄地走了出去 之后却看见 他一人站在连池边上 默默地看着池中有鱼 他心神激动下 赶紧跑过去紧紧抱着他 然而帝君却将他淡淡地俯开 他还没来得及松开 便听见帝君说 你阿爹来了 他搂着帝君 怎么也不肯放手 我阿爹来了也没用 我谁的话都不听 可是阿爹真的来了 帝君与他客套两句 便毫不留情地离他而去 他正正地看着他的背影 眼泪一颗颗地落下来 然后他跪下来求道 阿爹 无论你说什么 小姐都不会再离开他的 阿爹望着他 良久没有说话 最后却叹息着答应了他 他心中的喜悦 一波波袭来 想也没想 就向太成功跑去 可是从前一直敞开的宫门 却紧紧关闭着 他坐在门前一直等 等得睡着了又醒了过来 然而那道门依然没有打开 他看见帝君 送阿爹从宫内出来 他害怕阿爹瞧见他又反悔 将他带回去 所以躲在石墙后面 不肯出来 可是帝君还是看见了他 然后他说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他的泪鼓鼓而落 他想试 却怎么擦 也擦不干净 盯着帝君那张 冷漠绝情的面容 他难以置信地说道 我不信 我们明明那么幸福过 帝君一双眼眸 似乎再也不想看他一眼 只直直地盯着前方 声音却冷淡 那都是假的 那怎么可能是假的 他和他如此亲密 他明明说过 他们生生世世 都不会再分开的 他摇着头上前 试探地去亲吻他的唇 可是他完全没有 往日动静的迹象 他终于失望地低了头 却听他淡淡地问道 知道你阿爹方才来找我做什么 他心中燃起一分希望 颤抖着问道 什么 帝君仿佛是在嘲笑 他说的话比青秋绵延不绝的 炎炎寒冬还要冷 他来求我娶你 他话只说了一半 他却听懂了 他听到自己心死似水的声音 问道 我阿爹求你去问你都不肯 他没有说话 然而他的表情 却说明了一切 他终于丧失了 再看他一眼的勇气 掉头跑回了青秋 可是梦里也知道 自己不肯放弃 九尾狐一族的尾巴 可以化作任何法器 满足一切愿望 所以他在再一次失望前 在东华眼前 割断了自己一根狐尾 化作一把匕首 要去三生时尚 将他的名字 刻在自己的名字旁边 可是仿佛天上注定 无论他如何用力 竟然都无法将他的名字 刻上去 断尾的痛 仿佛从梦里 延续到现实 然而身体的痛 却怎么都缓解不了 心里的痛 他紧紧地蜷缩成一团 呼得睁开了双眼 这一集 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 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